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哥哥 你怎么了 哥哥 你看我的黑眼圈 我该怎么办 我每天都睡不着觉 我数了一只羊 两只羊 数了好多羊 我都睡不着 太难受了 我怎么办呢 对了 公主 要不这样 你写一张圣旨 然后呢 我去昭告天下 我们看一看国家里面有没有 能够治疗你失眠的圣旨 这真的是一个好办法呀 哥哥 那我现在就去写圣旨 你赶紧去昭告天下吧 好啊 通知 通知 众所周知啊 我们王国有一个非常美丽又可爱的公主 但是 近日来公主不知道什么原因睡不着觉 所以 现在寻找我们王国有能力的人 帮助我们的公主去治疗失眠的症状 那么如果谁能治疗公主的病 谁就可以获得黄金万两了 我可以 谁可以 谁可以 谁 我可以 哦 我可以让公主的失眠好起来 你 真的可以 当然 给我一天时间 我保证会让公主睡个好觉 哦 那今天晚上 公主能不能睡着觉 就要靠门了 嗯 那我回去准备 好 为了让我们国的公主 睡个好觉 我决定要给他做一个神奇的安眠瓶 我们需要的材料有 四个颜色的荧光棒 还有四个颜色的闪粉 做法非常简单 那我们开始做吧 现在我要剪荧光棒 把里面发光的液体甩在玻璃瓶里面 首先我要剪紫色和橘色的 紫色的液体已经放进去了 现在我们用橘色 橘色的液体我已经也放进去了 再放闪亮亮的闪粉 现在我们再关上盖子 用力放 第一个安眠瓶已经做好了 虽然它现在不怎么好看 但在黑夜里 它会发出神奇的光芒 让公主睡个好觉 现在我们做下一个 现在两个神奇的安眠瓶都做好了 让我们看一下吧 是不是很漂亮呢 现在我要把它们讲给公主 公主啊 我昨天睡得怎么样 睡得非常好 这真的是我睡得最香的一次 哇 那看来这个安眠瓶非常有效果 看我的黑眼圈 还有吗 没有 又变成漂亮可爱的小公主了 那么我们赶紧去 讲厂我们的女巫吧 嗯 好的 一定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 新魔力玩具学校 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吧 明天见 拜拜